早上起床,身体出现这几种表现,您要注意了 大家好,我是中医李生 如果在早上起床后出现下面五种情况 那么就说明您的健康可能出现了问题 一,早上起床,尿液成棕色 要注意,干燥 成人正常情况下,一天的排尿量约为1000-2000毫升 尿液清澈,淡黄 早上起床,尿液颜色通常较深且胃重 若只是普通的尿黄,且没有其他不适 不必太过担心 而如果尿液长期呈深棕色,泡沫多 提示肝脏或者是脾肾可能出现了问题 二,早上起床头晕 注意颈椎和血粘度 早上起床如果头晕 有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起床太急 或者是晚上没有睡好导致的 但如果经常有头晕眼花的症状 可能与颈椎骨或血粘度有关 如果不是最好到医院进行检查 三,早上起床口气中 注意口腔和胃 不少人晨起会有口臭的现象 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 但如果漱口刷牙后还有气味 就要注意是否有口腔疾病或者胃部疾病 口臭绝大部分是由牙周病等口腔疾病引起 同时胃病、肝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 也可能导致口臭 口臭久治不愈 可能是胃肠功能紊乱 为优门罗干菌感染等 常伴有上腹部眼痛的症状 可导致持续性口臭 须及早到医院做胃肠检查 及时治疗 四,早上起床身体浮肿 注意肾和心脏 早上起床身体浮肿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睡前喝水太多 或者熬夜、盐酒等不良习惯导致的 但如果起床活动20分钟之后 浮肿还没有明显消退 尤其是双眼 就要小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 可能是肾病或心脏病等原因造成的 患性肾炎的早期症状就是炎解浮肿 肾脏对水的排泄和调节功能出现问题 使患者体内积水过多 就会造成浮肿 长时间有此症状的患者 迎到医院检查 一定要注意肾脏和心脏的情况 五,早上起床恶心呕吐 注意胃和肝胆 早上起床恶心呕吐 排除怀孕及女性生理期的原因 大多数情况是由于为其上帝引起 一般早晨起床后喝杯水 症状会逐渐消失 若每天早上都是如此 这很可能是慢性胃炎或肝胆异常 如果出现恶心、乏力、食欲减退 可能是病毒性肝炎的早期症状 应及时到医院检查 当然并不是说有以上的症状 您就一定是生病了 但治病不如防病 如果有,还是去检查一下好 好了,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